有很多輕症患者在康復之後都發現自己頭腦卡住的困擾 那麼有可能就是出現了腦霧的症狀 尤其現在發現很多這個症狀都是出現在年輕人身上 像是這名女服務員她說她在康復之後回到餐廳工作 原本她可以記下滿桌的菜 但現在她剛點完菜 她一轉頭馬上就全部忘光 還強調自己其實才30歲而已 那麼另外這名大學生她在染疫一個月後 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她說自己的反應力下降 甚至在起車的時候也變得非常危險 現在根本就不敢隨便起車出門 那麼也因此這個精神科醫師她說 國外研究的腦霧其實就是腦中發炎所導致 這個頭腦裡面的思考不流暢 絕對是不能輕忽的 而且大人還有小孩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麼另外中醫師她也說 其實腦霧的症狀如果超過兩個月 有可能就會視為是常新冠 建議要趕快就醫 而且她也說來這些求診的這些患者 其實很多都是50歲以下的年輕人 那到底要怎麼預防呢 其實可以利用這個黃旗 當森等等的這些補腦的藥材 那麼另外再加上導引復健 運動均衡飲食 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 也能有效的改善自己腦霧症狀出現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